他想这不也算是破财免灾了吗 这不是啊 结果他这一送不要紧 这周围人很快就知道了 哎呀 老燕就挖着宝贝了 哎呀 给呢 这一传十 十传百啊 这消息一下子十里八乡全知道了 当时华西大学有一位地质学家 他是个美籍教授 叫葛维汉 他也听说这事了 而且呢 他也拿着了几件玉器 他就研究 研究完之后啊 他非常肯定地说 说这是一批很重要的古蜀文物 应该是商周时期的 于是乎在1934年 这葛维汉就组织了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 来到这个三星队了 去进行这个考古挖掘 那这次考古呢 也算是四川近现代考古史上的 第一次比较正式的科考发掘 经过十来天的发掘 挖出来了六百多件文物啊 你看这真有东西啊 葛维汉的本人呢 他当时呢做了很多笔记 这些笔记呢 他现在已经在他历任的时候呢 带回了美国 据我了解呢 现在一个叫 哇啦哇啦的这些一个小城市里边呢 还收藏了 他带回去的这批文字性的材料 包括他的一些考察笔记 还有呢 他的一些手稿 还有据说 还有相当数量的照片 在葛维汉那次科考以后呢 后来断断续续的 还进行过很多次的发掘 但是最让世界震惊的一次 也是让三星堆名声大震的一次科考发掘 那就是刚才我说这1986年7月18号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陈德安 他正在三星堆附近这个办公室 清理文物呢 那一段时间呢 这里边这个砖厂啊 大量的挖地取土 总能发现一些个文物 所以呢 考古工作者们就常住在这儿了 突然间有俩工人呐 气喘吁吁跑进来 大声就喊 哎呀 陈老师 快来呀 快来 我们挖出东西来了 那么当时我们就在那里那个 这个整理这个 这一年的年初的这个发掘的材料 资料 当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呢 有一天的下午呢 有一个这个民工 就到我们这儿告诉我们 所挖的几件玉器 几件玉器呢 就是说被人 就是说他们那儿挖土的那个民工呢 就把它 就说 抢了 陈德安一听赶紧的 一路小跑到现场 到了现场一看 原来工人们在这个泥土里边 挖出了一根四十厘米长的玉帐 但是虽然这玉帐被拦腰击碎了 能看出来 这是一块墨绿色的好玉 当地一直就流传着说 1929年这个烟道城挖出玉石器的那种个故事 一直流传 所以工人们就琢磨就想 这是我们也是挖着重要文物了 这是啊 陈德安就趴地上观察了老半天 发现工人们挖出来的这个缝啊 好像是一个土坑的一角 这里边隐隐约约啊 还叠放着不少精美的器物啊 这陈德安当时反应特别快 马上通知把这一片封锁了 开始组织人员发掘 就这么着很快发出了一个大坑 这个坑挖开了之后 现场的人呐全傻眼了 就瞅着坑里头堆满了数不胜数啊 这些个器物 什么青铜器 玉器 金器 象牙 那可以说是琳琅满目 种类繁多 这个坑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一号祭祀坑